花蓮市和宇纳国自1982年成为了姐妹市之后 今年已经届满了41周年 两市的关系在近年来十分的热络 琉球朝日放送出事会社的记者 特别来到花蓮市公所采访市长魏佳燕 而采访了议题关注花蓮市和宇纳国岛之间的交流合作 以及未来持航的可行性 花蓮市和宇纳国自1982年成为姐妹市 今年届满41周年 日前琉球朝日放送出事会社的报道制作局 报道制作部记者总体申评 摄影师及翻译一行三人团队 拜会市长魏佳燕 采访议题关注花蓮市与宇纳国岛的交流合作 以及未来直航的可能 今天是我们琉球朝日的记者 然后来到花蓮做我们花蓮跟宇纳国的 跟我们还有我们冲绳的这个访问 那也希望说我们两边跟宇纳国可以多多交流 那也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跟一些议题 然后来可以今天做一个探讨 那未来也希望说我们除了41周年以外 是未来能够交流的更多 那尤其是在明年的直航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能够圆满顺利 那可以带起我们两个地方的人民 互相的交流的更深入 日媒记者表示 采访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 华蓮市和宇纳国岛间合作潜力和开展新的机会 华蓮市公所积极态度更让他印象深刻 执判透过整理报导 为两地交流合作带来更多日本观众的关注和合作契机 魏家燕表示 希望明年船运设航计划顺利 增进两地交流便利 逐步开启定期直航 华蓮市将持续积极参与国际交流 期待未来合作共创双赢 记者蒋邦燕华蓮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